众所周知,接亭之战是诸葛亮北伐过程当中最为关键的一战,这场战斗以蜀军大象马素的实力而告终,也埋葬了诸葛亮北伐的雄心壮志,接亭之战,马素居高临下都没能打过卫兵,那么他真的听诸葛亮的当道扎营,能否获胜司马懿说的再明白不过了。 这里是小豆之历史,订阅我,小豆之带你探索更多神秘的趣味历史,接亭之战乃是蜀汉北伐过程中最大的失败。 接亭之战发生在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期,当时由于刘备去世,蜀汉国事预见衰退,所以曹魏放松了对蜀汉的警惕,认为蜀汉不足为惧了,直接将大量的兵力调集去攻打东吴了,这就给了诸葛亮极佳的进攻机会, 所以说,诸葛亮第一次北伐,往往被认为是最接近于成功的一次北伐,事实也证明,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,确实打了曹魏一个措手不及。 当时曹魏防守虚弱,被诸葛亮打得溃不成军,龙右也就剩下一两个郡还在赋予顽抗,大部分郡线都直接投降了,只要多给诸葛亮一点时间,龙右将完全并入蜀汉的管辖,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。 接亭之战爆发了,龙右还在赋予顽抗,曹魏当然要救援,而诸葛亮想的则是将卫军阻挡在接亭,等收拾了龙右再去和卫军对决,所以双方围绕接亭展开的大战, 卫国这边进攻接亭的卫军由司马懿指挥张合作先锋,而蜀汉这边防守的卫军则是由马肃作主帅,王平作副将,马肃很是善于谈论兵法,其见解之独特,有的时候甚至让诸葛亮都为之汉颜,因此诸葛亮十分看重,有意将其培养成自己的继承人, 但在接亭一役,马肃完全没有听从诸葛亮和其他将领的劝告,不但没有从山到下山,而是选择上山设服,企图从中央偷袭魏军,最终被魏军击败,失去了接亭,失去了接亭,其结果是非常可怕的,由于魏军经此一道接亭,便可从后方截断蜀军后方,逼得诸葛亮只得舍弃以获得拢幼,转入蜀汉境内,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战役,以诸葛亮的战败而结束,可以说, 就是马肃自己不听从别人的劝告乱军作战,最终让自己失去了一条街,让整个北方一战一败涂地,但也有一些人提出了异议,马肃在山顶上,在高处都打不过卫兵,怎么可能再当到扎营与卫军应战,最后的结局还是会失去接亭,那么这是真的吗,事实上,关于成功守卫接亭的方式,司马懿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,只不过很多人都没有听懂, 作为顶级的军事家,司马懿和诸葛亮一样都深知接亭的重要性,所以在诸葛亮派马肃守卫接亭的同时,司马懿也派出了张鹤,让他快速进兵接亭,妄图提前占领接亭,只不过等卫军赶到接亭时,却发现早就有蜀军防守了,这顿时让司马懿眼前一黑, 司马懿一听,诸葛亮早已派人把守接亭,马上就泄气了,心想,诸葛亮真是神仙中人,非自己所能敌,从司马懿所说的情况来看,若是马肃听了诸葛亮的指挥,司马懿根本就没有任何胜算, 但是很快,司马懿就收到了一个新的情报,马肃带着大军上山,这让司马懿很是高兴,司马懿听到马肃不在山下,而是在山顶上,还以为这是老天爷给了他一个拿下这座亭子的好时机, 显然,在他看来,马肃在这里驻扎,就是一个大错,他即刻命令手下将士,在山下垢住营垒,将马肃扎营的那座山围困起来, 马肃数次下令兵士冲下山去,怎奈张和军坚守营垒不出战,蜀军亦无法攻破,反倒在进攻中被魏军乱剑射死众多,在围困之战中,魏军切断了山上的水源,蜀军于山上断水,连饭都无法烹制,时日已久,军心涣散, 张和瞅准时机,发起总攻,蜀军兵士纷纷溃散,马肃阻拦亦无济于事,最终只得独自杀出重围,往西逃窜,王平率领一千人马。 稳固守护营盘,当他得知马肃战败,便令士兵奋力击鼓,扬装进攻之姿,张和怀疑蜀军设有埋伏,亦不敢贸然逼近, 王平得以从容整顿自己的这一千老弱残兵队伍,有条不稳的撤离战场,脱离了与魏军的接触,此一战,王平不但一千人马,未损失一人, 一路还收容了众多马肃手下的散兵,接停之战结束,接停失守,意味着自长安而来的魏军援军能够静止抵达天水,以支援拢用。 如此一来,诸葛亮兵出齐山欲速战速决的战役之突然性荡然无存,倘若在执意作战,持续与魏军争夺拢用,势必会使这场战争演变为一场旷日持久,且难以掌控的消耗之战, 这对于国小力薄的蜀汉而言极为不利,为规避遭受更重大的损失,诸葛亮只得撤兵,回归至前进基地汉中,事后京祥进追查方知晓, 基亭失守全然是由于马肃违背了他的作战部署,不知因时因地质疑所致,最终将马肃斩杀, 马肃命令军队在基亭山上驻扎,不说对地形地势是否熟悉,最大的问题便是远离水源, 又无法保证粮草充足,一旦水粮不足,军队会面临巨大的危机。 如果按照诸葛亮的部署,命令军队驻扎在伊山傍水之地,便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, 有利于大军休养生息,保持充沛的精力迎战,且一旦守住,便能向后方请求支援, 有粮草,有水源,有援军,说不定大军能全面掌控拢佑,也万万不会被魏军逼到绝境。 可奈何马肃一意孤行,就连副将王平的多番劝阻也不顾, 试了阶庭,试了军心,也最终导致此次北伐失败,从曹魏大都督司马懿的角度出发。 他认为,如果马肃听了诸葛亮的话,魏军可能无法抵抗蜀军此次进攻, 接庭山上的地势地形比较明了,如果蜀军守不住,除了退兵,别无选择。 但是马肃一时心急,只看到了弓,并没有意识到守的重要性, 老谋深算的司马懿正是看穿了这一个漏洞, 所以一直观察蜀军的动向,坐等时机, 当他得知马肃命令军队在山上驻扎时,得意一笑, 因为这个举动给魏军提供了绝佳的机会, 司马懿擅长军事布局,阻止多谋,经过多天的了解, 他必然已经对其中的局势完全掌握, 此次拿下马肃的蜀军势在必行, 接下来便是魏军派出张合,由小鹿包抄, 此举不仅将蜀军尽数包围, 也切断了大军求援的必经之路, 此时山上的蜀军已是瓮中之鳖, 溃不成军,只能四散逃窜, 此次北伐失败的原因, 在于马肃的狂妄自大, 也在于诸葛亮的用人不善, 那么马肃当道下寨,会好吗? 可能会好一点,但不多。 蜀军参与接停之战的人数史书没有明确记载, 但三国制,对于三国各自的总兵力有明确的记载, 蜀国有兵力十万人, 考虑到一方面要留下精兵保卫成都, 所以诸葛亮首次出齐山代的军队, 应该不可能超过六万人, 不光如此,蜀军的主力既要牵制住陈仓的郭怀, 又要攻打龙溪郡, 所以笔者估计, 能拨给马肃首位接停兵马最多超不过一万人, 而关于接停之战卫军的人数, 自治通鉴有明确的记载, 乃勒兵马不骑五万, 且右将军张和督之, 西聚亮, 也就是说张和的兵力是五万人, 但是张和所部急行军救援龙溪, 五万人里有后卫部队, 还有负责保护粮草自重的部队, 以及后队的步兵, 除去这些人, 估计张和率领的卫军真正能参与作战的卫军人数是两到三万人, 如此,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, 蜀军在接停之战的兵力较之于卫军, 是处于绝对劣势之下, 不过, 战争能否胜利, 除了兵力, 还要看看地力和战争防御是否得当, 那么, 卫数两军谁的地力占据优势呢? 根据当代学者徐日辉的《陈仓卫水道》与《接停战役考》一文描述, 所谓的当道扎营, 就是两山间的山道以及开阔地, 当道扎营以少数步兵来抵御人数众多的卫军, 虽不会使阵地马上陷于敌手, 但是抵抗也必定很艰难, 卫军完全可以集中所有优势兵力突破蜀军阵型的一点, 在实行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措施消灭蜀军。 由此可见, 地力也不在蜀军之首, 接停虽有一旧城, 但因年久失修, 早已破败不堪用, 而马素来到接停后不久, 张和就接踵而至, 汉军也没有时间进行土工作业, 所以说, 汉军在接停也没有完备的攻势可以依托, 但诸葛亮并非没有补救措施, 他同时还令卫言, 高翔率部在侧翼接应, 也就是说, 马素若听令行事, 就会将张和拖住, 带两军陷入苦战时, 未言, 高翔从侧翼杀入, 就能将张和击退甚至包围, 但可事情坏就坏在马素身上, 他不甘心做一个诱饵, 他想给自己加戏吗? 马素想带兵上南边的高山, 然后居高临下, 来场足以媲美韩信被水一战的经典战役, 可没想到, 张和直接釜底抽薪, 断掉蜀军水源, 蜀军不战自乱, 显然未言, 高翔也并未配合, 在马素被张和围于南边山上时, 他们并未进行支援, 而是坐看马素崩溃, 为诸葛亮捅出天大的娄子, 而借着这次失败, 他们就能联合李延, 对诸葛亮发起质疑与挑战, 随着接停阻击戟战的草草收场, 攻占龙溪的计划也随之失败, 诸葛亮跨有良意的战略, 便付诸东流, 此后北伐再也难有更大的突破, 所谓胜败乃兵家常事, 三国时期战争频繁, 正值佣人之际, 没有其他哪位将领因战败而被几方问战, 斩马素之举可谓空前绝后, 不过马素还是自取灭亡, 当到下寨, 就算战败也不是死罪, 公然违抗军令, 论罪当初, 更何况立了军令状, 驻军在没有水源的山顶, 结果被人家首先切断山下水源, 不战自溃, 而诸葛亮其实早已洞悉敌情, 他命马素当到下寨, 并非拘泥于己见, 而是根据战局需要而做出的最佳部署, 这种部署或许难以为马素所理解, 但诸葛亮明确只有这种做法才能应对司马懿, 可惜马素终究未能看清诸葛亮的苦心, 才导致阶庭沦陷, 诸葛亮的深意恐只能久久地埋藏在心底了, 这场战役牵扯的不仅是两军生死, 而是蜀汉前途命运, 诸葛亮洞悉全局才会三番四次地强调正确的部署, 然而天意弄人, 他的深谋远虑最终落空, 蜀汉北伐的希望就此破灭。